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教各位如何 用三用電錶去測試雙切開關 是不是功能正常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喔 一樣我們三用電錶切到歐姆檔 任何一檔都可以 藍色的這個就是歐姆檔 測量電阻 只要我們有通有沒有一樣 這個兩支碳棒把它交叉 通了它就會到0歐姆 那我們先來介紹這個雙切開關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沒關係我現在再講 稍微講解一下 這是我們的實體的東西 之前只是畫電路圖 我現在把這個 東西講解給大家 這個 雙切開關分成三 這個三條路 雙切的意思就是它0有沒有 電從這邊進來 然後從1 會到1 然後如果你這邊切換的話 切換的話 它電變成從0進來 然後從3這邊出去 到3這邊出來 一開始是0進來 從1出去 然後另外一種是0進來 3出去 然後經過這個開關 開關是切換1跟3 這兩個是不會通的 如果這兩個通的話 就是這個開關有問題 那我們可以先試 0跟1有沒有通 就直接把它插上去就知道 0跟1 0跟切換 切換的時候它會通 OK 然後再切回來它會 它會斷掉 那3的話 插上去應該是通 然後切到 切的時候它會斷 切換的時候它會 它會斷掉 那1跟 這下面的1跟3 是不能通的 這1跟3 通的話 這一個 雙切開關 就沒有功能 就等於 等於 單切開關的意思 所以我們如果 你們怕的話 1跟3 你可以量一下 1跟3 我量一下 理論上是不會通的 實際上你們可以量 我插上去是不會通的 那上面的0的話 這兩個是有通的 這兩個是 互通的 它上面有一條線 一樣 這有提示你 有線 這條線就是有通 就是這一條 有線 這一個電路圖上面有四個圓圈 外面四個圓圈 你們注意看 就是這四個洞 一二三四 這四個洞 就是這 這四個圓圈 它一三做切換 那這種開關 應用在那個 我們的樓梯的切換的燈 比如說你住二樓三樓這樣子 去做切換 大概是這樣 那功能正常的話 這個開關就可以做使用 今天影片到 今天這樣子 喜歡我的影片請 幫我在右下小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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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